25岁这个年纪大家都在干什么呢 在娱乐圈中虽然有不少年少成名的童星 但也有大把在25岁时依然默默无闻的人 比如我们的女神林志玲 大家认识她的时候她已经迈入三十大关了 而今天我们要说的这个人啊 她在25岁时就拥有了一切 25岁的她经历了闯荡娱乐圈 大红大紫淡出娱乐圈 为超级豪门生下三个儿子 没错 她就是梁洛诗 她正式付出 虽然看着有点模糊 虽然没有打上姓名 但是也没有看错 微笑爱丽和张小泉对系的女生的确就是梁洛诗 我看到梁洛诗的那个名字出现在这个BCR里面的时候呢 有一些记者的朋友露出一种 是梁洛诗的表情啊 然后是她吗 然后有些人开始默默开始打电话 说哎 梁洛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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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知道了吗 很久没有在公开的场合跟大家见面了 对不对 你好吗 你好 你好 9月3号由张爱佳指导的电影念念念在台北举行了新闻发布会 梁洛诗以影片女主角的身份突然出现 惊叹了台下的记者们 传复出传了那么久 这回真复出了 就玩起了神秘 梁洛诗同学你还真是够逼跳啊 而翻看梁洛诗的资料 她上一次出现在大一幕还是2008年的电影《木洛诗三》 那么时隔六年梁洛诗究竟准备好了吗 你做了哪些调整关于要回来拍戏 减肥什么 减肥 都你够瘦了 不不瘦 因为毕竟身体有了小朋友以后就身体不同了 特别跟小朋友吃很多 看到这里相信大家都会冒出同样的想法 这回答和减肥的问题都要积极巴巴 看来梁洛诗还没适应娱乐圈的节奏嘛 但是从发布会的表情来看 梁洛诗其实只是慢热 一说起和身旁两位男演员的合作 她更是连说代言 状态相当不错 你有互相看过彼此的演出吗 有啊 你看我张小泉就这么 女朋友男朋友 你觉得她也很 我说她很棒 然后她说 好爱演 看着眼前这个开朗爱笑的女生 你很难想象她已经是三个孩子的母亲了 梁洛诗原名叫做梁乐瑶 出生于1988年 12岁时就被英皇娱乐看中 16岁正式出道后 却因为不服从经纪公司的管理而遭到血藏 2008年 梁洛诗认识了李嘉诚的次子李泽凯 并迅速陷入爱河 而李泽凯也不惜天价 违约金帮助女友离开了英皇 可能是压力吧 压力所以就 情绪上 有点问题了 我觉得是一个 教训 对一个 做了那么多年人 说短不是短 说长不是长 但对我来说 也是都是最大的得记 2009年4月21岁 梁洛诗为45岁的李泽凯 剩下一子 次年6月 梁洛诗再产下一对双胞胎儿子 正当外界以为梁洛诗能够顺利迈进 李嘉大院时 他却突然发表声明 宣布与李泽凯分手 外界分析 梁洛诗之所以最终与李泽凯分道扬腰 主要还是李嘉无法接受梁洛诗出身听寒 且郭枣涉足演艺圈 这个大海染纲 虽然在和李泽凯分手之后 外界曾一度胜传称 梁洛诗得到了五亿港币的山洋费 但对于年纪轻轻的梁洛诗来说 工作或许要比金钱 更能让他赢得外界的尊重 事实上两日分道扬镳之后 有关梁洛诗付出的说法 也的确不绝于二 2011年香港著名电影制作人 诗男生就曾经向梁洛诗发出邀请 希望他能够重返影坛 而香港亚洲电视台的制作人 邓可惜也曾对外扬言 宣诚想要开拍梁洛诗的自传式电视剧 今年三月香港导演陈火 也有意庆梁洛诗参演电影 那也凌晨 但这些传言最终都没能实现 困难是因为 他不能公众在传媒面前出现 他讲的话 就可能将来最对他的 对他的这个法律上的问题 所以有些影响 虽然徐克没有明说 但梁洛诗之所以迟迟没有付出 恐怕在很大程度上 都跟李泽凯有关 因为付出就意味着 要出现在公众传媒的面前 也免不了会被问及 关于过去 关于李家的问题 而这则是李家最不希望看到的 因此每当梁洛诗 付出消息落空时 总会伴随李泽凯 暗中阻挠的传言 好像今天面对媒体有点紧张 是不是还是蛮就是担心 说可能大家可能 问到一些知识的事情 还是觉得没有准备好 这样子 我刚我刚回来 我刚刚从外部回来 所以我我OK 当然以上都只是外界的猜测 杨洛诗和李泽凯之间的故事 恐怕只有他们自己知道 虽然不愿提及过去 但既然决定付出 相信梁洛诗已曾做好了 面对外界好奇心的准备 也做好了 摆脱李家这个阴影的准备 那这次拍片 就是决定要从此付出 接下来会继续解析吗 拍完这个电影 我会休息一会儿 不过我会继续看剧本 谢谢又再线综合报道 看了刚才的对话 我们觉得这个梁洛诗 虽然只有25岁 但是也已经可以感觉到 他成熟成长了不少 来听听我们的观众 有什么样的感受 我认为梁洛诗离婚了之后 应该追求自己的生活 应该都有属于自己的一个圈子 所以这次他付出的话 我很看好他